喂 你好 請問說 那個手很大張 如果要把他矮化 要注意什麼怎麼處理 他的手臟差不多 差不多有我們男朋友這樣一人 他很大張 在館子館裡面掉下來 很難處理他 不知道要把他矮化下來 要注意什麼事情 謝謝 OK 好 來 老師這個問題先回答好了 好 這個部分是這樣 我們在做這個矮化 就是說當然是比較方便 但是我們聽見朋友說 因為比較多一點 我們可能在擠 採收的方面都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最要緊 就是說因為我們聽見朋友 那個比較大張 所以可能要稍微來幫他 注意一下如果正經是太大張 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整個幫他記住 就是說把他記比較大 但是我們就是去幫他接 算在那個掌心的所在 去幫他 他現在是不是他主幹 主幹他是不是來的 你把它記住 記住他的方法 他就可以用那個來接 接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幫他 你就可以幫他 直接幫他握很多 但是你變成那幾年 就沒有這個修正 所以通常這種方法 就是說如果是這個 在矮化 這算是最最嚴格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要讓他很會 你可能就是要用記的 直接記住 這個通常是一個方法 我們現在說 不是要說這個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算 他肚子起來 這個圍欄是說很高 因為那是正經很高 譬如說你肚子起來 就因為你整人冷 所以你起來已經整人冷 所以你起來已經整人冷 為他最好的 這個方法就是 大材 這可能是其中 叫做高位的 架接矮化技術 可以幫他握 這通常是一個方式 另外一種就是 我一步一步 慢慢來 因為你可能 上來那個地方 算到行貨館 我們就是先 從最中的那位把它採掉 從大位先進去採 老基本的 但是你如果是幾年 要握下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 最好的方式 應該也是用 接的方法 這個方法 我們在做 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你可能就 犧牲一年 你今年如果是 把他寄下來 今年就可以接 今年接起來之後 每一年 稍微生一下 會變成 今年沒收 每一年沒收 兩年沒收 但是第三年來 就應該慢慢慢慢 這兩年 就可以正常站起來 這種通常 比你正常 這個三兩年 就比較好 因為他手頭 有流的營養 在那裡 主人 他就有發佣 這個速度 就可以很快 所以這在這裡 我們聽眾朋友 你無法 可以這樣 來試看看 這大概就是 這個高位架接法 這通常是 我們 這個主幹 頭腳起來 如果是差不多 行項館 他有流的三個主委 我們就是 那三個主委的行 你可以先 一檔拆一尾 拆一尾 拆一尾 一尾 一尾 這個 但是通常 幾年 如果是 他主委的地方 超過人 你還要化 也沒有意義 所以變成就要把它拆掉 這個拆掉 做一個 高位架接 控制 這樣通常 就有辦法 來把他 低主幹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 我讓他 這個主委 那裡 不要流太高 通常 我們就是兩窗 以上 也不能流太多 太多 開擠在後面 那裡很容易 我們如果在那裡 比較高 就在這個 60公分以上 現在開擠起來 那三個主幹 我們流的 這樣就很好做工作 我們 德索在用 都是這樣 所以 如果就是要 他稍微來幫他 注意一下 等一下有我們 好朋友 稍微來幫他注意 就是說 他在修正都一定是 這個中心的地方 你把它拆下去 這修正 要不然 他的鞋子在大很快 你如果沒有幫他 看他這個球罐 他很快 那個地方 就都很快 所以變成通風不好 通風不好 就沒辦法說 所以我們一般 如果他做A法過 之後 每一處結構之後 都要根據他的特性 稍微來把他煎 煎到一點 煎到一點 這樣 還要把他培養 維持一定的管道 起來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行 大概 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是這樣 所以一定是要 有的是說 還在筋的部分 去控制 比如說 他在垂直斷根的方式 就是說 在旁邊這裡 你把他 把他挖更深 把他挖更長 利用他的 拆長筋的方法 來做一個處理 我相信 這也是另外一種 的處理方法 但是那是這個 主幹 比較多的 你有一個 控制 他的 手段的方式 你如果那個主位 就很高 你根本就沒有其他方法 只有把它採下去 這樣而已 可以用這種方式 因為我們在採下去 那個空水很大 你要整人爛 那個空水很大 那個空水很大 那空水很大 你一定要用一個東西 不是用白鋼 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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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一點 譬如說 像這個 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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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一個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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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做法 提供給你做參考 要注意的這個地方 如果是拆到大尾 到手這個部分 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